康熙从八岁登基称帝,到六十九岁去世,一共在位六十一年,已经算得上是在位时间很长的皇帝了。 而且,康熙皇帝不仅生下的儿子众多,孙子更是多达一百零一个。 在众多的孙子中,大多数康熙都是没有见过的。 而废太子印仁的儿子以及老四印针的儿子弘历,得以被康熙见过并且赏识,也算是一种缘分。 当康熙第一次见到十二岁弘历的时候,康熙甚至惊得丢掉了手中的酒杯。 她在当时一直目不转睛地审视着弘历,后来更是直接把弘历带回宫自己亲自培养。 这是十分神奇的一件事情,为何弘历会有如此大的魔力呢? 康熙为何会如此喜欢弘历? 对于一般人来说,爷爷不认识孙子那简直是多多怪事。 可在古代帝王的庞大家庭里面,这种事情实在是不足为奇。 康熙皇帝一生有三十五位儿子,虽然妖折率挺高,但成人的也有二十位。 而这二十位儿子给他生下的孙子就多达一百零一位,其他还外加了一批孙女。 所以在康熙初次见到弘历这位孙子的时候,弘历已经十二岁了。 而且这一次相见,还是雍正煞费苦心才得到的宝贵机会。 因为皇储之争,康熙的晚年几乎天天失眠,他终日焦虑不安,郁郁寡欢。 他曾万分心酸地对儿子们说过,在他百年后,停尸前轻宫时,而等竖甲相争耳。 他将自己比作齐桓公,齐桓公死后,尸身还未入恋,五个儿子就为皇位相争起来。 某位儿子在对着尸体哭泣,另一个便将剑射了过来。 几个人大打出手,没人顾得上还没入恋的齐桓公。 以至于后来尸身腐烂,驱都从窗户爬了出来。 不过令康熙还有几分安慰的是,当这些皇子为皇位争得面目争鸣时。 有这么一位完全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皇子,他对皇位毫无兴趣,也从未加入任何党派。 他每日坐在家中读书,研习佛法,甚至还开启了菜园子种菜。 活成了咸云野鹤,他就是老四应征。 但是呢,这老四也不是能力不行。 因为康熙偶尔教给他一些任务时,他也能完成得极为出色,这完全体现了他优秀的能力。 所以,康熙对这位儿子心底还是十分欣赏的。 在当时的环境里,这样的老四简直是一股清流。 所以晚年的康熙很喜欢到印针的次元元明元闲坐休息。 因为在这里他可以卸下所有防备,一心赏花读书,品名关注。 根据《青圣祖十路》中的记载,康熙晚年姓林印针次元多达十一次,而且初见红利可谓是见及惊爱。 具体在康熙六十一年的时候,在康熙生命中最后一年的牧春时节,被皇子们闹得心力交瘁的康熙收到了四子印针的邀请。 印针称他园子里的上百株牡丹,每一株都是精心培育的品种。 献开的郑望,自己命人张习至久,恭请父皇前往观赏,共享家宴。 康熙一听欣然英语。 在进入圆明园之后,康熙被迎到牡丹台的大殿中,周围都是争相怒放的牡丹。 父子俩开始贫酒赏花,除了政治话题而天南地北地侃侃而谈。 就在闲谈之间,印针很随口提了一句,您的两个孙儿自打生下来还没见过您呢。 而且今年都有十多岁了,要不要带他们来见见您呢? 既然儿子都这么说了,横述现在也是闲着,康熙也没多想,也随口应道。 这样也行,那带他们过来,我仔细瞧瞧吧。 得到了康熙的英语后,印针便向屋里招手,随后走出来两个十几岁的男孩。 康熙往内一看,直接愣住了,她在不觉中就惊掉了手中的酒杯。 走出来的两个男孩,一个是红利,一个是红皱。 两人同父异母,当时都是十二岁。 可是对于红皱,康熙基本没有什么感觉。 倒是红利,因为身材修长,肌肤白皙,浑身散发着贵气,这让康熙瞬间感到眼前一亮。 尤其是两人在上前给爷爷行礼的时候,红皱行举,畏缩局促,而红利则落落大方,安详凝重。 简直不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,该有的沉着和冷静。 直觉告诉康熙,这个孙子不简单,她决定再试试这个孩子的功课。 随后她招红利上前,慈祥地问她读过何书是否会背,是否知道内容具体的深意。 红利答约再读爱莲说,并将其全文背出,甚至细细讲解分毫不差。 红利的表现令康熙大感惊讶,喜爱之情也油然而生。 按照清高宗十路中所说的事件及惊爱,这表示康熙初见红利便爱俯备至。 回到皇宫后,也不知康熙经过了怎样的思考。 过了没几天的时间,她便派人到圆明园根印真要红利的生辰八字。 康熙这个人一直比较热衷于算命的学问,在清代的档案中,甚至还能看到她命年耕摇找某瞎子算命的折子。 这次要红利的生辰八字,自然是为了算算红利的人生走势。 就在几天之后,康熙再次驾临圆明园,并宣布将红利带回宫中养育。 这个决定很是非比寻常。 因为将红利带回宫中抚养,就意味着此后她将亲自教导红利,并且与这位孙子一起生活。 而且在此之前,她的101位孙子之中,也只有废太子的长子红熙能得此特殊待遇而已。 众所周知,康熙早年对废太子是爱得深沉的,这从当年的两废两立事件我们就能看得出来。 而废太子的长子红熙更是被康熙所喜爱,甚至一度被视为君主的最佳人选。 在朝鲜李朝时录中就记载过这么一件事情。 大概意思是在康熙晚年,朝鲜使臣从大清回到朝鲜后,跟朝鲜国王汇报称道, 皇长孙颇贤,难于费力。这里的皇长孙就是红熙,而且因为红熙贤能, 康熙希望将来由她继承大统,所以才会在废太子事情上犹疑不定。 而此时红利却能得到红熙一样的殊荣。 那么康熙根据红利的生辰八字,结果究竟算出了什么呢? 以至于带回宫中亲自抚养。 其实,在故宫博物院里面,就有这么一份原始文件,上面写了乾隆的生辰八字以及批语。 由批语内容可见,当时康熙命人为红利算出的命运,是世间罕有的富贵之命。 完全可以说,如果没有这给力的生辰八字,红利可能不会被康熙带进宫中养育,亲自教诲。 而红利的命运,甚至印针的命运,则会是另一个走向。 而且,康熙和红利在经历了射雄事件之后,康熙又召见了红利的生母,做出了很激动的反应。 这更是让康熙决定把皇位传给了皇四子印针。 下面继续带你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。 在康熙生命中的最后半年时间里,红利一直伴随左右。 甚至在接待官员,批乐奏折时都特批红利无需回避。 而乖巧的红利则在一旁屏息而待。 在后面的日子里,康熙还发现红利不仅文采过人,武力上也不输其他人。 红利攻马娴熟,骑射精准,令他大感快慰。 而在某次围场打猎之中,康熙击中一只大熊后,以为倒地的熊已经被击毙,便命红利上前再补上一件。 这当然是为了锻炼红利的胆量,谁知往日反映敏捷的红利,这一次却犯了迷糊。 待他磨磨蹭蹭上马跃进时,只见那熊竟然站了起来。 所有人都吓得不敢出气,幸而康熙眼疾手快,朝大熊又补了一枪,那熊才倒地身亡。 正因为这件事情,让康熙更坚信红利是大富大贵之人。 如果当时红利早一步奔向大熊,现在估计就是大熊的腹中之物了。 根据《避暑山庄记恩堂记》中的记载,当日康熙回到帐中的时候,就跟和菲瓜尔家世大家感慨。 这孩子的命非常贵重,他的福气比我还要大呀。 此事过去不久,康熙还特意到印针的次元,点名要见红利的亲生母亲。 这红利的生母纽护鹿氏原先不过是一个出身贫寒的侍女,也不知哪天被印针临姓后,便生下了红利。 虽然如此,但她仍没得到印针的宠爱,至此仍是个通房丫头的角色,连个侧福尽都没争到。 这纽护鹿氏听到公共点名要见自己,估计心里都在打鼓。 当她忐忑不安跪在康熙面前行礼之后,康熙宁齐抬起头来,接下来仔细端向了一番。 随后便连连称赞道,有福之人,有福之人。 康熙在此前曾多次称红利福则身后,现在连她的生母都被夸赞为有福之人。 很显然,这些因素在康熙择取黄四的时候,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 就在这一年的秋天,康熙自避暑山庄回到北京一个月后便病逝了,而黄四子印针则成为了继位者。 一直以来,人们都认为是雍正篡改一照阴谋夺取了地位。 可是在一些史料之中,是可以看到这种结果,实际上是因为康熙宠爱乾隆而传位给雍正的。 所以说雍正能在一众皇子中杀出重围,很大原因是有乾隆这个出色的儿子。 而乾隆能偶遇康熙,则正是雍正精心策划的结果。 印针本身是个城府极深的人,在诸位皇子们为皇位勾心斗角的时候,他却将自己伪装成淡薄名利的咸云野鹤。 这不仅逃过了其他竞争者的攻击,还成功取得了康熙的信任。 而在另一方面,他一旦抓住机会便适度地展现自己的才能,这位将来继位打下了一定的基础。 到了最关键的时候,雍正则将乾隆这张牌给打了出去。 前面我们刚刚说过,康熙对太子两利两费,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废太子的长子洪熙贤能。 古代皇帝在传位的时候,有时候也会考虑到第三代继承人的综合素质。 而雍正则非常明白这一个道理,所以在康熙已经放弃废太子的时候,他打出了乾隆这张牌。 当然,这一切都得建立在乾隆本身足够优秀之上。 在康熙 Therecone Is 有点个人费的使用 有点 感谢观看